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今天我們就要說現在俄羅斯要求到印度方面 如果想繼續進行雙邊貿易協議的話 就要求印度必須要支付人民幣才有得談 如果印度方面拒絕這個要求 而堅持繼續給他那些印度奴彼的話就不好意思 俄羅斯方面是不會接受的 並且不單止連雙邊貿易協議都減掉 如果再不給人民幣的話 就會向印度方面停止武器供應 如果雙方繼續這樣搞下去就可以說到 在這個去美元化的大潮流下 就第一次出現到 有實現本國貿易貨幣作結算的失敗例子的第一例 就由印度誕生 當中就可以說到 搞到今時今日這樣 完全都是印度教由自取 稍後回來 我們就會看看 究竟 因什麼前因後果 印度 怎樣在 取盡俄羅斯人的好處情形下 令俄羅斯也不忍 也會看看 在俄羅斯人心目中 人民幣 究竟有多可靠 來到比 俄羅斯 點名指名 一定要收人民幣 稍後回來 我們就會詳細說這件事 接下來我們就說 在日前有一位香港的前殘奧運動員 林子軒 他就在自己的社交媒體發文 就說到自己 被取消了這個港隊代表的資格 他感到很失望 同時他自己也覺得他多年的努力 是沒有被人尊重的 只是看他在社交媒體上的發文的話 可能就會覺得 他很慘 本身成為一位殘疾的運動員 已經是不容易的了 能夠代表港隊出戰 更加難上加難 不過事實 又是不是真的 他自己說得那麼慘 內裡還有沒有其他原因 他這邊的貼文也透露到 自己下星期將會代表澳洲出賽 就著林子軒的這件事情 最近香港的殘奧會 和香港的殘協 終於走出來說話 再加上 我們找到林子軒的資料 原來這個人 在他的社交媒體上 你可以找到一些證據 證明他在2019年的時候 是支持搞事者的 所以這個林子軒的身份 除了是一位殘疾的運動員之外 在社會認同上 還可以簡化到兩個字 即是黃人 我們稍後回來 就看看他怎樣黃發 在節目開始之前 提提大家的一起新潮民三保 還有的就是分享 想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接下來就要說下 現在俄羅斯要求印度那邊 如果再想繼續進行貿易交易 或者 再想將已經停止到 向印度出口的武器 繼續能夠順利交易的話 印度方面 必須要 給人民幣才行 俄羅斯要求印度 未來也不用再談 總之一日 印度也不用人民幣代替印度勞比的話 就不用再旨意進行交易 但是這一方面的要求 現在來說 竟然遭到印度的拒絕 就可以說到 第一次出現了 打蟲去美元化之後 第一次用到 本幣貨幣 去到結算的失敗的第一單案例就出現了 為什麼俄羅斯會要求印度支付人民幣 而不收印度勞比呢 莫非他不知道 印度是很介意 用人民幣支付的嗎 因為誰人都知道 印度一直將中國視作第一大競爭對手 其實原因很簡單 不是說俄羅斯不知道 而是俄羅斯為了自保 因為很簡單 就是印度勞比根本就不值錢 只要人民幣才值錢 跟人民幣相比起上來 印度勞比的穩定性 實在太低了 自從2023年今年以來 印度勞比的匯率呈現著 斷崖式下降 對美元的匯率就跌至 83比1這個歷史身低 俄羅斯賣給印度的石油 本來都夠便宜 現在 還要收起來 跌到媽媽都不認得的勞比 但簡直可以說 俄羅斯出口給印度的石油 是完全賺不到錢 俄羅斯 收的勞比越多 去虧的也越多 反而 如果改收人民幣 情況就剛剛相反 現在來說 人民幣 可以說到是最穩定的貨幣之一 人民幣 是對著 美元匯率來說 那個強勢 很明顯 在比起其他非美貨幣 例如是 日元 歐元 這些國際貨幣 跌幅都要小得多 人民幣的抗跌能力 是位於世界前列的 反觀 印度勞比 跟埃及的埃榜 都沒有什麼分別 可以直白說 都是垃圾貨幣 綜觀在上年2022年全球 亞洲所有貨幣 的表現來說 勞比都可以說到 最差的貨幣之一 在亞洲的排名倒數 其實 在俄羅斯打仗 開錯2022年的時間 由於當時俄羅斯就被踢出了 國際支付體系 踢出了Swift系統 導致俄羅斯 已經沒有辦法使用到 美元和歐元 作為交易之用 這個時間 大家都有記憶 歐美對俄羅斯的全面金融制裁 就令到當時的俄羅斯 都不想太多 只要願意跟他做生意的話 不管是 什麼貨幣都好 說是土耳其的里拉 印度勞比 還是中國人民幣 俄羅斯當時也照單傳收 因此先種下了這個和 就給一些 類似印度勞比這些 來承虛移入 當時印度還要說到 俄羅斯被踢出 國際支付體系 就說到 對俄羅斯表達了非常同情 因此 我印度決定跟你俄羅斯 簽訂貿易協議 從此 俄印之間 的貿易 也由到 勞比作為 結算的協議 但時間過了一年 有多之後 很多東西都會逐漸浮現 隨著國際金融體系出現了比較大的變化 俄羅斯就開始看清楚 整個形勢 說到國際金融體系 出現最大的變化 當中可以說到 人民幣的國際地位 快速提升 在這一年度的時間 中國就已經跟俄羅斯 巴西 伊拉克 朝鮮 法國 澳洲 馬來西亞 亞根廷等各個不同的國家 達成了人民幣結算協議 在這裏 伊朗和朝鮮 都是俄羅斯重要的合作伙伴 當歐元和美元 都是被美國禁止 去到被俄羅斯作為結算貨幣的時候 人民幣就變成 俄羅斯 跟朝鮮伊朗三個國家之間 進行貿易的主要貨幣 這個時候 俄羅斯可以拿著人民幣 買到他現在最需要的東西 例如是 早前 伊朗出口到 給俄羅斯的無人機 俄羅斯也可以拿著人民幣 由朝鮮購買炮彈 但如果 俄羅斯拿的是印度勞比的話 那就真是不好意思 這些國家是不收的 俄羅斯除了拿著這些勞比 去印度買咖喱 又或者 買一些 完全不靠譜的 電子零部件之外 幾乎是沒有用的 2022年 去年 印度和俄羅斯的貿易總額 就是390億美元 這是雙邊的貿易份額 如果單計 俄羅斯 對印度出口 將貨品賣給印度 390億的雙邊貿易額 俄羅斯賣給印度 出口是佔到360億 而其餘 剩下的30億的貿易額 就是由印度 出口到俄羅斯 的餘下30億美元 也就是說俄羅斯一年最多向印度 購買大概30億美元的商品 而反而 俄羅斯出口給印度的貨品 就是佔到360億美元 成12倍那麼多 所以 比到俄羅斯 真的在印度 身上花的勞比 最多最多都是30億這個數 就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買到 所以不是我們屈他 也不是 亂說 看少印度 印度真的沒有什麼被人買到 現在來講 印度就哄了俄羅 從此就不收美元 收就收印度勞比 如果算到 以往那個 雙邊貿易額 俄羅斯 賣東西給印度 賣成360億美元 這個份額 如果折合印度勞比 俄羅斯 就會收到差不多30,000億的印度勞比 這30,000億的印度勞比 最多都是 花幾千億的勞比 來向印度 買回俄羅斯 但是這個 只是一個零頭 當那麼多印度勞比 都花不到出去的時候 基本上 就跟廁紙一樣 連廁紙也有用過 因為起碼 抹肌肉的時候 不會整損 但是 印度勞比就不一樣了 俄羅斯是不可能在以代幣 一直收這些 還差過次子的印度勞比 其實 現在俄羅斯要求到印度 必須要支付人民幣 已經可以說是 去到這個時候才提出這樣的要求 都很忍得 事關 在這年紀裡面 自從俄烏衝突打響以來 印度 就使盡心思 就算到俄羅斯算盡 有分析就指到 印度 他自己的小算盤 總共 就在俄羅斯身上 起碼都計算了五次 大家聽下有沒有道理 第一次 印度來計算俄羅斯的時間 當然就是 印度首次享受到 竟然可以利用到他自己的印度勞比 來享受直接買石油的待遇 這件事放在從前來說 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 利用到本國貨幣直接買石油 這些從來都是老美美國的專利 印度 就第一次享受到這個待遇 這樣就叫贏了第一次 而第二次來講 不要以為印度的收手 因為 自從歐洲禁止到俄羅斯石油進口以後 印度就想到一招很醒目 就是不單止利用到印度勞布 將這些鵝油帶回印度之後 自己用那麼簡單 還會將這些印度 買到回去的鵝油 來進行重新提煉 提煉了之後 就貼過另一個 label 從此這些就變成 印度生產的原油 這樣就可以拿著這些 所謂印度生產的原油 賣回去給歐洲 賺到盤滿撥滿 這個就是第二次 印度在俄羅斯身上拿的好處 正當我們以為 這樣印度也做到幾盡的時間 就不要 想著這樣就算了 如果認為印度這樣就收手 實在太天真了 在這個時間 印度還以 大量買入俄羅斯石油為借口 就說到 我自己也有個大客 很應該來說 俄羅斯 在這個時候 賣給印度的石油 給一些折頭好 不要管了 一如脆脆的 起碼打個七折給我 而那邊箱 歐洲的油價 又再次升高 當歐洲油價 升高的時間 印度那邊箱又要求 俄羅斯提供石油折扣 就憑著這個折扣的差價 更加令印度 賺得更加多 吃到盡 而第四個印度 設計俄羅斯的例子 就是 當俄羅斯提出 可否用其他貨幣進行到雙邊交易 印度就鎖住俄羅斯 不讓他用印度勞比之外的東西 去採購印度 僅餘的工業品 尤其是禁止使用人民幣進行雙邊貿易 當去到這樣說的時候 就衍生了第五樣 印度設計俄羅斯的東西 就是當俄羅斯不斷賣到石油給印度的時候 手上又拿著這些 完全買不到東西的印度勞比的時間 印度就哄他 不如這樣吧 反正你的錢也用不著 倒不如就交給我印度保管 就讓我印度 幫你俄羅斯 洗你手上 洗不出的印度勞比 所以就幫你投資在印度的金融市場 就把這些本身俄羅斯賺回來的錢 倒留在印度的國內 這一招其實 不是印度自創的 印度的這一招其實是學了美國佬 將美國佬 吸其他國家 吸到盡 吸他們的血的那一套 學到臨離盡治 不過 雖然印度表面看起來好像很聰明 但是印度始終都是印度 他不是美國 他是學不到當中的精要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條件 所以 去到這個時間 俄羅斯 終於都忍無可忍 讓你拿盡著數之餘 還要當我是傻子的騙 手中握著一大批 還比刺子的盧比 實在欺人太甚了 所以在這個時間 俄羅斯就提出到 以後 印度與俄羅斯之間的交易 我們就不再收印度盧比 取而代之 就一定要用人民幣 來提出這樣的要求 其實對於印度也好 俄羅斯也好 使用到人民幣 來取代印度盧比 其實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印度同樣都是需要 賺取大量人民幣 來買中國貨品 不過印度 這些國家 聽不聽又是另一回事 首先我們可以數一下 如果印度和俄羅斯 是改用人民幣進行結算的話 有什麼好處 就不是空口說白話 對於俄羅斯來說 如果從此 是改收人民幣的話 俄羅斯 就可以進口中國的手機 汽車 芯片 雷達 以及 不同的技術服務 就從中國那邊購入 印度也可以拿這些錢 拿著人民幣 來向中國買相同的東西 這樣也不錯 但是 之所以 印度去到這一刻 拒絕了俄羅斯 支付人民幣的建議 就是因為印度一直以來 都對中國 產生著敵意 印度不願意成為人民幣 使用版圖 再度擴張的 其中一個助力 他是不願意看到人民幣 的國際地位 大幅提升 更加不要說到 他會參與一份 關於這個舉動 印度根本就是完全鬥氣 正如我們剛才說的 印度他自己 都是要向中國 購入大量商品 其實 在中印的貿易入面 印度一直以來 都是處於貿易易差的 亦即是說到 印度要向中國買的商品 是遠多於反過來 中國要向印度買的商品多 所以基於這樣的情形下 印度手中根本沒有足夠多人民幣儲備 作為 這次俄羅斯要求到 接下來跟印度的貿易 要用到人民幣結算的要求 印度手中的人民幣 是不足以滿足到這個要求的 我們拿回剛才那條數 如果印度一年 要問到俄羅斯買的貨品 是高達360億美元 折合人民幣 這條數就是 2490多億人民幣 就當夠2500億 即是說到印度人 手裡 至少要 準備2500億人民幣 作為儲備 這樣才可以 既然手裡沒有足夠人民幣 就要靠賺 也就是多些人民幣 才可以 繼續跟俄羅斯進行貿易 不過偏偏 中印之間的貿易 是採取著 美元結算 現在中國和印度之間 是未採取著 本國貨幣結算 不過即使 在未來 印度為了想賺多些人民幣 都好 都於是無保 因為 剛才我們說過 印度面對著中國的貿易 是強大的逆差 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總額 在2022年計 達到 1359億美元 當中中國對印度的出口 就在1359億美元的雙邊貿易格內 佔了1185億美元份額 而中國 向印度進口額 只不過是在 1359億美元 佔到174億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到 中國和印度之間的貿易 多達九成都是由印度 向中國買東西 而產生的 相反 中國向印度 從印度所扣入的產品 只是佔到雙邊貿易額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說即使今天如果印度和中國採取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 都不能讓印度 賺足夠人民幣 來作為支付對俄羅斯貿易款項 的滿足條件 印度實在太缺人民幣了 如果接下來印度 真的想 賺多些人民幣 他就要想想要踏踏實實地 真的要向到我們中國出口一些有用的東西 是有價值的東西 要將心思放在這裏 才可以 賺取多些人民幣 不過 以眼見來看 我真是替他投行 即使印度人那麼多招 看回印度現在 能夠拿得出手霸出全世界的東西 無非都是鐵礦石 棉花 植物油 又或者寶石等等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 比較初級的產品 衍生的價值都是比較低 賣不到多少利錢 所以 眼看現在這樣的情況 俄羅斯要求印度 從此要給人民幣 很有可能 這個談判來說 最終都會破裂 而當印度 要求俄羅斯 收到印度勞比的時間 你說俄羅斯還會不會回頭 受印度勞騰 當然就不會 這樣來說 就會造成了 第一次有使用到 本國貨幣結算 去美元化的情形底下 的失敗例子就會出現 關於這個失敗 其實都預料了 其實不是說每個國家 都可以由中國 的手中來賺取大量的貿易順差 幾乎 都是反過來 其實情形和印度一樣 但是為什麼 這些國家可以順利 去到賺取更多的人民幣 而印度又不行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 其他的國家都肯合作 配合到中國的政策 但是印度 他偏偏不肯 因為他覺得自己 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他覺得自己是可以 抗衡中國 甚至是比中國更厲害 但是現實是很殘酷的 現在俄羅斯 跟印度的生意做不成 看來都似 解困就多過 失去更多 正所謂 塞翁失馬燕之飛福 俄羅斯 僅如 可以向印度買的東西 都可以轉頭 游到中國那邊買 但是相反來說 印度 要有俄羅斯所購買的東西 例如石油 天然氣 就很難 被其他國家取代得到 再說 現在俄羅斯 生氣到說要剪掉 對印度 本身已經簽訂了的 武器供應訂單 關於這一點 已經得以證實 根據印度房務新聞報導 印度國防 常務委員會 在上個月向印度人民院提出的 第34份報告中明確指出 印度向俄羅斯採購的一些武器 已經沒有進行交付 主要是一些 空軍採購的裝備 內容包括印度空軍 在較早前 問到俄羅斯所購入的 280架 蘇30 印度版 接下來要進行 現代化的升級 這些部件全部 都被俄羅斯那邊維持了 還有的就是 印度向俄羅斯扣入的米格29戰機 接下來又要升級和現代化 這些部件 亦都被俄羅斯那邊維持了 還有 印度向俄羅斯 新扣入的20架 新的米格29戰鬥機 亦都沒有了下文 而大名鼎鼎 早前由美國出面反對印度向俄羅斯扣入的S-400防空系統 當中的一些零部件 俄羅斯已經暫停向印度供應 連同其他林林種種不同 印度向俄羅斯扣入的武器 當中的維俄保養 例如 陸軍的T-90M型 俄製的主戰坦克 又例如 即使 印度版S-30戰鬥機不升級 都要繼續用 繼續維修保養 那找誰來維修 這些東西 全部都被俄羅斯撲起 那些戰鬥機這麼珍貴 總不能夠 找這個 出名的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維修 經過這間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維修過的飛機 10架裏面有9架都會遇上黑暈 真是你給它俄羅斯 你遇上我的那份 現在這些武器供應 對於印度來說 也處於兩難局面 原因就是 印度近年和中國撐得那麼行 怎能夠接受 差不多佔有 印度全部武器一半的俄式工具 被完全斷工的命運 他接受不了 雖然有分析指導 可能俄羅也沒有做得那麼盡 向印度方面 停了這些武器訂單 可能因為 現在正直還是俄烏衝突 暫時還未見到終點 俄羅斯當然 軍工企業所有生產都要為到 滿足俄軍需求才行 印度的訂單 就要踢在一旁 當中是有些道理的 而第二點 也有人說到 可能是因為俄羅斯的武器 早前在未被制裁之前 就有 大量的西方電子元部件在裏面 但是近來 由於加大禁運力度 因此 本身嚴重依賴到進口電子元件的 俄羅斯國防工業 就面對著比較大的困難 所以在早前 由俄羅斯軍工企業 所存起的 由西方購入的 電子零部件存貨就要優先服務到 俄軍需求 但有人就說 不是 俄羅斯可以轉行 向中國購買 因為中國的軍工工業 或者是 大量的民間企業 已經早就實現了電子元部件 自給自足化 沒錯的確 我們的電子元件 已經自給自足 以及 也有餘力向俄羅斯出口 但是 我們向俄羅斯出口的電子元件 並不是沒有限制 除了不可以 直接把軍用零部件出口給俄羅斯之外 其餘沒有受到 禁運條件 所限制的電子元件 我們都可以照賣給俄羅斯 不過俄羅斯就不可以把這些中國製的電子元部件 裝備在 賣向印度的武器裏 這件事我們完全禁止 所以 就正如我剛才說過 俄羅斯停止到向印度 繼續出口武器 原因就是 這一年多裏 俄羅斯都醒覺 俄羅斯在家產貿易的市場上 都要拒絕接受印度勞比 即使被俄羅斯手裡 拿著一大堆勞比 堆到整個房子也好 根本俄羅斯 是不能用這些勞比買到需要的東西 而在國際市場上 也沒有多少國家 願意接受印度勞比 這是事實 印度國內 也沒有東西好買 其實 關於貨幣的國際化 是很多國家 都想要完成的任務 但是完成任務還完成任務 你也要想想 拿了你的錢回去之後 怎樣花才行 不是單方面 想你自己就可以 很明顯印度 只不過是 只是想自己 自己顧自己的那一方 反觀中國就不同了 中國由世界第一 所支撐到的工業體系 用人民幣 能夠買得到 從細緻一顆螺絲 去到 太空站這些尖端科技 再去到大型基建項目 無所不能 都可以用到 人民幣買得到 而印度有些什麼可以給人 印度最厲害的就是抽俄羅斯水 將人家賺過五次再五次 所以你不能怪人 也難怪 俄羅斯這一刻 已經很聰明了 將他 俄羅斯自己本身的外匯儲備當中的60% 已經都換成人民幣 作為 長期外匯儲備之用 印度現在來說 都可以說到 是作法自閉 看來 俄羅斯那邊 是不會那麼容易鬆章 今次的態度都挺堅決 一定不會再收回印度勞比 要收就收人民幣 俄羅斯還有很多東西 要向中國購買 還有 即使 他不向中國購買 我們可以細數一下 現在 俄羅斯另一個要大量搜尋人民幣的原因 剛才我們數過中國在近年 已經跟俄羅斯、巴西、伊朗、伊拉克、朝鮮、法國、澳洲、馬來西亞和阿根廷 這麽多個不同的國家已經達成了人民幣的結算協議 而當中有些國家 在這個 list 裏面的一些國家 都會互相來做生意 就不是說 只是跟中國做生意 而當中這些國家 都可能使用到 人民幣 來作為其中一種 他們之間交易的 結算貨幣 就好像 用到人民幣 代替了以前美元的角色 當中可以數到 伊朗和朝鮮 都是俄羅斯的重要合作夥伴 而這三個國家裏面 俄羅斯、伊朗和朝鮮 其實他們之間的交易 都是使用到人民幣 作為主要的結算貨幣 俄羅斯就可以拿著人民幣 買到近期很出名的伊朗無人機 也就是那些自我搞點式無人機 也都可以 透過人民幣 來到朝鮮 買入炮彈 但相反 如果俄羅斯拿著那些 是印度勞比的話 真是不好意思 這兩個國家 朝鮮和伊朗都是不會收的 分分鐘 還會叫俄羅斯 拿回那些錢走 去印度買咖喱 這樣說 所以張心比己 如果你是俄羅斯的話 你都一定會站硬 迫印度要交出 真正有價值的人民幣 作為結算貨幣 而不會再受他哄 那好了 既然 現在印度落得如斯田地 萬一 俄羅斯 在接下來完全暫停 向印度出口武器 會發生什麼事 對印度的軍隊會有什麼影響 印度又能不能夠 做到所謂 你和中國在中印邊境領土爭議 是不會受影響呢 我們可以慢慢分析 根據印度 所指導 未來 要和中國處處競爭的時間 印度軍方方面 就希望印度空軍 未來是要擁有 42個戰鬥機中隊 但眼下來說 暫時 印度只有35個戰鬥機中隊 由於未來幾年 現存的 第二代戰鬥機 米格21 將會陸續退役 同樣地 年代比較遠久的 六個美洲府戰鬥機中隊 也可能會全部淘汰 與此同時 一些俄製 年代比較遠久的米格29戰鬥機 以及 由早年 印度從法國購入的 環影2000 這款戰鬥機 亦到了 耗盡 壽命使用 的時間 到了 所以 可見的未來 印度空軍的 戰鬥機中隊數量 就會由 現在的35個 再跌下 只剩下31個 莫說 增加到42個戰鬥機中隊 現在來說 還有所下降 這條數已經是未算 剛才我們說到 俄羅斯很有可能 是會將 平時對 印度戰鬥機的維修保養 這些服務 在如果印度 都不用到 人民幣支付的時間 都將它割 那個影響 我們是未計入這條數 如果失去了俄羅斯的維修和保養 印度版俄製戰鬥機的時間 當中我們就可以想像得到 即使 印度空軍 能夠繼續維持著現在 31個 戰鬥機中隊的這個數量 很有可能 都是一個虛數 因為還有一些飛機 其實是不能夠 處於這個實戰狀態 這個時間 對於處處都要跟中國對抗的印度來說 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的 其實 在過去五年入面 印度已經由 向俄羅斯進口的 武器份額 由從前的62% 已經下降到 剩下45% 反而 這些下降了 向俄羅斯扣入的武器訂單 轉移了去 一些西方陣營國家 例如法國 美國 就在印度的 武器市場份額上 就迅速增加 雖然說 印度很想實現到 它的國防生產 自力更新 但是眼下看 這條路 可以說到 還遠過絲綢之路 十滑都沒有一撇 完全遙不可及 因此 現在來說 印度很有可能在 接下來 就會將 本身想扣入的俄式飛機 就不要理那麼多 全部轉移 西方的軍工體系那裡算了 再加上 這次的事件影響 我們都可以幾近肯定 接下來印度 向西方國家 所購入的工具 都會完全轉向西方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不論由 常規潛艇 軍艦 坦克 自行火炮 這些原本 印度都想著向俄羅斯購買的東西 都會轉向西方陣營 這樣 就會令印度 和G7集團國家 在政治關係上 會越走越近 這樣 是值得我們中國留意的 雖然從來來講 印度都是吃盡西方 以及 俄系陣營之間的四方飯 但現時來講 看來俄羅斯 就不吃這一套 拒絕 再給印度老賺品 所以眼下來看 印度現在 就處於這個 十字路口的邊緣 留給印度選的路 只有兩條路 第一 就是放棄到這個所謂的 本國貨幣交易 或者是 去美元化的道路 從此就投入到 美元的懷抱 然後 不再買俄羅斯的石油 不再買俄羅斯的工具 不再買俄羅斯的技術 而全面倒向西方 但是這樣算 這種代價 是非常之巨大 印度 又未必捨得 不過又敢說 你始終都是沒有人民幣 是去找數 即使你有多少個不願意 俄羅斯是不會再收你的印度盧比 所以第二條路 可以讓印度選的 就是乖乖合作 從此 不要再說什麼 食盡誰 就站在中間 想著通吃美國 俄羅斯 歐洲 以及日本 韓國 兼中國 的這條路 已經再不是印度可以選的了 接下來的第二條路就是 印度 聯同俄羅斯 以及中國合作 就一起搞好 以人民幣為基礎 的貨幣結算交易 只要做到這樣的話 大家之間的貿易往來 都可以繼續 而中國 亦都可以量身訂造 想到一條路 給印度 賺取更多人民幣 作為 交易之用 但是大前提下 就一定要印度合作 才可以這樣做 絕對不能再想著蒙運過關 始終我們中國不是俄羅斯 現時來說 就不是我們中國去求你 而是印度有這個需要 就不要想著 在某些鬼鼠位 裡面來轉空子 又想著 在某些位 就想著用印度勞比 來找數 我們是不會要這些東西的 就算是要 都是要一個 指定份額 一個細份額就算了 總之一切來說 都要由 中國作為主導 印度就是配合那方 若然是不肯配合的話 那就不用想了 這條第二條路 亦都是走不通 從此 印度 就可以說到 自求多福 一路好走 連俄羅斯這個老大哥 都寫去而去的時候 看來 這個世界上 能夠受得住印度勞的那一套 很有可能 真的找不到 甚至乎 在未來的日子 連西方世界都寫去而去 即使是 印度有一定的利用價值也好 都受不了 可能都會走投 接著我們就說一件事件 前香港殘疾羽毛球運動員林子圈 日前他就在自己的社交媒體發了一篇文 這篇文就說到自己 很失望 被人取消了代表港隊的資格 並且會透露自己在這個星期 代表澳洲隊 去巴林出賽 而他在這篇貼文裡面 也說到很感性 他也說到 雙殘運動員 和普通的運動員 都是一樣 每個星期 最少要接受 30個小時的訓練 還要強調這個訓練 是嚴格的 再加上身體上的限制 所以雙殘運動員付出過的汗水 是絕對不會被普通的運動員為低的 我們都非常認同他這一點 雙殘運動員 絕對是值得尊重的 不過 林子圈被取消這個港隊代表的資格 是不是好像他自己說到這樣 他多年來的努力 是沒有受到尊重呢 正常一個運動員 如果他被選拔了 來代表某個地區 或者是國家 本來這個運動員 是得到一定的認同的 就好像我們平時看得最多的足球賽事 通常都是一些技術出色的球員 才可以代表國家隊出賽 但是我們借足球這個比喻 來橫觀其他的運動項目 一個人如果本來是代表隊的 但是到最後 他被踢出了代表隊 肯定是有些原因 而這個原因 有時候是跟他的身體素質有關 有時候是跟他的狀態有關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林子圈口中所說的被取消港隊資格 是跟這些無關的 首先我們簡單地了解一下林子圈的背景 他因何故成為一個殘疾的運動員 據資料所顯示到 林子圈現年28歲 其實這個年紀 是一個運動員最當打的時期 在他十歲的時候 林子圈就被醫生診斷了 他是患上了骨鏈 這個病徵的全名我們就不在這裏說了 相信大家都明白我是在說哪一種病 無論是骨鏈也好 或者其他的鏈也好 這個都不是一個容易面對的病 所以在他小時候 他經歷過一個 很需要人鼓勵他的歲月 而他這次的這篇鐵文出了之後 在我們香港社會也引起很多爭議 有些人就說到 他真的很慘 然後一邊就同情他 一邊就覺得 取消他資格的機構 是有多少不近人情 另一邊商 也有些人會覺得 不是啊 林子圈表面看他很健康 他在哪一處傷殘 正是因為他以前患過骨鏈 並且他的左手 有一折的手臂骨 是換成為金屬骨落 在他患骨鏈的前後 他也是有接觸羽毛球運動 所以當他換了骨鏈之後 他也重新振作投入到羽毛球運動裡面 繼而在2017年的時候 他就加入了我們香港雙殘羽毛球代表隊 疑點就來了 有很多人都霸師不得其解 林子圈就來去巴林 代表澳洲隊出賽的前夕 煞時間就發篇文 說到自己是代表澳洲隊 來得那麼突然 要代表這個澳洲隊的話 他必先要擁有這個澳洲籍 況且我們又不清楚羽毛球這個運動 若然你是脫了我們香港籍的話 不再代表港隊 需不需要過冷河才可以代表其他地區或者國家 所以很多網友都會施疑他 就算是被港隊取消資格 應該就不是最近的事 所以林子圈的這則新聞出來之後 有不少的傳媒都去到香港殘澳會或者香港殘協去查詢 殘澳和殘協 就在本月的13號回覆了傳媒 說到為什麼要取消林子圈 他代表港隊的資格 原來他就是違反了協會的守則 因而受到處分 而取消的香港代表隊資格的時候 原來是2020年的時候 即是說到林子圈被人取消了港隊資格 三年後當自己能夠成功為澳洲隊出賽 在這個時候他又將這件事情發大去講 希望得到大家的關注 或者得到大家的同情 等他自己轉了代表隊的時候 不要讓香港的人覺得他是一個香港的叛徒 在他被取消這個港隊代表之前的一年 2019年 他是弄傷過的 運動員弄傷可大可小 但是在他暫停訓練的期間 林子圈出席了很多商業活動 還包括接了很多廣告 在羽毛球界來說 其實林子圈 也是一位IG女神 他自己在IG上面的帳號 粉絲也不少 同時間 我們在他IG 也找到不少 有關廣告的貼文 這些全部都有商業價值 有些幫人購買產品 有些購買服務 我們明白 運動員有很多都會接拍廣告 或者接一些商業活動 但是你也要看看 你自己若然是加入了一些協會 好像殘協 或者殘奧會 成為組織的一份子更加說到 是代表港隊出賽 當中有些條款 如果你犯了規的話 你沒得怪別人 況且你是恩商 所以停止訓練 原本你停止訓練 應該好好休養 就不要周圍走 你出席商業活動 都要周圍走 現在出席商業活動 你就不覺得痛 去接受訓練 才覺得痛 這樣過不過去 況且出席商業活動的時候 若然你再有什麼冬瓜和豆腐 那是不是會加重了你的傷勢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 代表隊的quota有限 是不是很應該留一些quota 給有能者居資 來代表我們香港 為我們香港爭取好成績 再者 除了商業活動 或者接廣告之外 林子軒還上了那個妖TV 即是那個黃人電視台 來拍一些真人數 當中 那個節目裡面 林子軒還跟另一個男生 去到約會 拍下了 所以看完這些資料 你說到林子軒是不是很專注於羽毛球運動的運動員 平心而論的話 我不覺得是 他拍攝商業活動的證據 其實在他自己的社交媒體 是有齊了 大家也不難找得到 因為有些 就出席一些商業活動的時候 還跟一些 出名的明星去合照 有恩怡 另外還有一些 就是光明正大地 拿著一件產品 來推銷 這些資料 也是確實存在的 所以如果說到 林子軒 被取消資格 是別人對他不尊重的話 這樣也是說不過去的 本來我們也不認識林子軒這個人 不過就覺得他很奇怪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 說自己被取消港隊資格很委屈 然後 就大推銷自己去巴林 去代表澳洲隊出賽 我就看了他的東西 然後是另一個發現 如果現在社會上對他的認同的話 我覺得 一位殘疾運動員這個標籤是不夠的 應該再加多一個標籤 就是黃人兩個字 我們從他的社交媒體當中 可以找到一些資料 來證明這個林子軒是一個黃人 而且他還是暗黃的 不是黃得那麼明顯 可能礙於他是運動員的身份 而我們的證據也不是從一個貼文裡面 就來判定一個人 確實黃 而是找了一堆的貼文出來 去告訴大家 而從這些貼文的時序 我就開始逐一講 首先在2019年6月15號 大家知道2019年612發生了什麼事情 林子軒就鋪了一張照 就講了一句很感性的說話 這個感性的說話 是引用到歌詞 這句歌詞是這麼說的 說去到最後沒有完美句號 仍然挖強冒險去徵土 看到這一刻 可能大家不知道他去徵土什麼 他在這句歌詞的下面 加多了一個標籤 就叫做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也很正常的 看下去 不可以單憑一個貼文 就說屈到他黃的 我也明白了 之後還有一個貼文 他就留了一句英文 就說到 Don't talk just walk 不要說只要走 那走什麼呢 可能他是在暗示 去遊行 或者是出來街道走 又或者可能鼓勵別人 不要說那麼多東西 走多點路 然後看到留言 就開始感受到 他的粉絲大概是什麼人 他有粉絲留言說 謝謝你 收到了 然後在6月17 他又很情深地說到 明天怎麼你還事不知道 至少我們捉緊過這一殺 他擺出來的照片 是穿著黑色衣服的 但也不是代表什麼 只是覺得在這個時期 突然之間 林子軒 非常之感性 在這幾篇貼文裡面 都找到一些留言 他的粉絲也紛紛在表達 說明白他說什麼 時間過多一個月 我又再找到一篇貼文 在2019年7月26號 當時他可能跟一個商家合作 有些片 片中有另一個運動員 不過這些都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這篇貼文裡面說的話 他就說到 沒有人有責任支持你 所以 你必須支持自己 就算之後條路有多難行 我們都一定跨得過 加油香港人 聽到加油香港人又說什麼 我們一定支持得過 再加上那時候的社會氣氛 再看他這個貼文裡面 有另外一些標籤 什麼撐香港 香港人加油 看到來這裡 不知道還有沒有觀眾 覺得他都不是王 如果有的話 我就沒有你這麼樂觀 在2019年6、7月的那個時候 只有是王人才會說這些話 說到什麼我們一定跨得過 條路有多難行 我們從來都不覺得 我們香港條路很難行 只有你們大王人 搞事者在這裡 我們才覺得條路難行 因為你們是阻礙了 到了2019年的9月 經歷了很多王人所謂的艱難時期 因為6、7、8月的王人都有很多紀念的日子 就說到這些 他們的王人手足 就被人逼 和被人害 搞到他們沒有自由 林子圈 他出的這篇貼文 就說到 自由自在 要到那裡找 可以顯示出他當時的心情 他覺得在我們香港 就算他身為一位 運動員 他也是覺得 沒有自由的 什麼人會覺得沒有自由 黃人 到了2019年10月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那時候 因為他還是一位香港的運動員 還在代表港隊 所以他就不夠膽 放的照片是跟那些搞事者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他就放了一幅 類似火山那樣的照片 火山口 還是出著煙的 然後 下面的那個形容說話就說到 有時候我們 就沒有得選擇 還要說到沒有選擇 當時是2019年10月25日 距離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 即是1124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就你這句話到沒有選擇 我已經覺得可以 由國安方面去立案調查你 不過可惜國安法就不追究以前的事情 如果不是 你這句沒有選擇 我真的施以你有煽動的成分 好了最後一篇我要帶出來的 關於林子圈的貼文 就是林子圈去到行山的時候 拍的一張照片 大家去行山 都會在山頂的位置附近 你會看到一條石柱 雖然我就甚少行山 但是每次走過這些石柱 都會有很多人在拍照打卡 林子圈也一樣 但是這條石柱就跟普通的山頂石柱不同 他就寫了四個字 就是天右香港 大家覺得 這四個字 是正常人寫上去 還是黃人寫上去 我就絕對相信這幾個字 是黃人寫上去 林子圈 拍照之後 還要註明那四個字 就不是他寫上去 即是他很想帶出 天右香港這幾個字 看完這些證據 我就十分相信 林子圈在2019年的時候 他的政治取態 是支持那些搞事者 所以他被人取消港隊的代表隊資格 根本就不是說別人不尊重他 首先是他自己身為一位運動員 就白足那麼多爪 他又兼顧不到運動員的這份專業 再加上他本來 在香港又生存得那麼悲觀 又說到沒有自由 沒有選擇 這樣 你去澳洲就去澳洲 在我們香港很多人都雙重割席 你去到那邊 你能夠代表澳洲隊的話 就你聰明了 你不用在這裡說話自己 被人取消港隊資格 是別人不尊重你的 這些手法 正正就是黃人 經常用的手法 如果你真的要賴 那你不賴一下那個妖TV 那麼多人都捧不捧你 你不覺得和這個妖TV合作 是沒有自由的嗎 真真正正沒有尊重過你自己那麼多年努力的 是你自己本人的林子軒 我們都明白到 很多香港的女生 都曾經發過一些明星夢 而這個世界有一些運動員 除了可以兼顧運動員 還可以兼顧做明星 不過大多數的這些運動員 他們的操守都是非常之好 就算偶爾有些操守不好的 都不會說背叛自己的國家 背叛自己的地區 我們在過去一年的世界盃上 我們看得到 美斯雖然他小時候 都是身患重病 甚至乎離開他本身的家鄉 阿根廷 去到一個陌生的國家 西班牙 西班牙的一個球會 巴塞隆拿為他治好病 給了工作機會 但是到最後美斯是選擇怎樣 面前代表西班牙 還是代表阿根廷 選擇代表自己的國家 這些才是骨氣 這些才是尊重 你對自己的國家 對自己的地區都不尊重 亦因為你自己的操守 被人取消代表隊的資格 你是沒得怪人的 不過既然你代表澳洲 那就祝你好運 看看你去澳洲發展 澳洲人會不會給你幾個廣告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結束之前提提大家 記得做齊新潮文三寶 還有的就是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 新潮文頻道 新潮文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